最近很多朋友問,為什麼他們買股票 很多時一買完之後會是摸頂 另一方面,若然跌下來,希望買便宜一點 去做一個撈底動作 但怎知真的越撈越低 那究竟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? 其實答案很簡單 通常我們都會做一個順勢而行 食住浪去入市 但當然,在浪之中有升有跌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更漂亮的位置,一定是等調整一下出現 但問題就出現了 究竟調整多少才是接近見底彈上來最好的時間 另一方面,跌下來是否一定要彈上去 這方面,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會在1月份告訴大家答案是怎樣 如何去把握最佳的時機 另一個問題就是 有朋友問,很多時股份升了一段時間 接近之後見了頂部急跌,有沒有辦法避得開 接近高位的時候去高位獲利減遲呢? 其實是有得看的 這個情況亦都會在1月份的過程裏教給大家的 可以示範一下